大家好,歡迎來到Gadget Live的第六集 除了我馬田之外,還有我身邊這位美女,阿粗 為什麼她在這裡呢? 因為她早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月底 五月底她去了台灣的Computex 去看一些新的東西 台灣也很大和很重要的電腦相關的產品展覽 應該也有很多東西看吧? 當然,因為Computex是傳言之中 計算CES由第二個最重要的電腦展覽 去足這麼多天,我知道 去了整個禮拜 去整個禮拜 去展覽之前已經提早幾天去到 提早幾天去到 不如我們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你在Computex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你覺得很深刻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吧 好吧 好吧 我當作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今次整個展覽裡面最重要的 是一些什麼產品 最重要的 如果講大家的反應 就是Intel和CPU的對戰 Intel和AMD 對,Intel和AMD的對戰 因為AMD在第一天開播的時候 就跟Computex的主辦單位 搞了一個發表會 就說Ryzen 3000系列新一代的CPU 這個是desktopCPU 它有幾個型號 有三個型號 有兩顆Ryzen 7 還有一顆Ryzen 9 就是現在秀人這一款 Ryzen 9 就去到12核24個Fret 12C、24T 12C、24T 12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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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行7Nm的製程 對比Intel 還是14Nm的 所以其實AMD 當然是領先過Intel很多 如果講製程的方面 製程方面 對 即使用了更新的製程 其實有什麼好處 更新的製程 它裏面的電晶體 做到更小 可以在同一個CPU的package 裏面再加多些電晶體 你的效率會更高 嗯 好啊 你看起來也覺得 其實這次AMD和Intel 大家在同一個展露 互相對壘之下 即是AMD是勝一層 可以這樣說 其實很多人每次出一個Post 說AMD和Intel在Computex 大家有什麼發表 人們就說 Intel怎麼回應AMD 其實我個人認為 Intel是沒有回應過AMD 在Computex這個發表會 對 為什麼呢 對 AMD有提到Ryzen9的新系列CPU 然後有一個Navid的GPU 這個顯示卡 就為了下個星期EV就會出現 都是7Nm的製程 還有X570的新底板的晶體 即是其實它已經按照自己的範圍 對 即是不會理會對手 即是不會理會對手 可能出了什麼 我們就採取相應的策略 或者怎樣去回應 即是純粹跟著自己的行程去行 是的 AMD是沒有延遲過 但是人們就會說 因為Intel的發表會 就是AMD之後那天的 然後人們就會說 咦 那麼Intel怎麼回應AMD呢 其實Intel是沒有回應過AMD的 因為兩個牌子發佈的產品是不同的市場 剛才所說的AMD是說desktop的市場 而Intel主要是說這個10mm的Mobile的市場 即是現在的Notebook市場的CPU 所以其實根本是不同市場 所以不可以說很正面回應AMD 即是大家採採了不同的策略 對 發表不同的東西 嗯 可能就是打回不同的市場 是的 對 除了這個處理器之外 嗯 即是一向來 向來Computers 我自己也去過 向來Computers 就是很重DIY的東西 即是電器 底板 VM 什麼什麼 其他東西 那底板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 底板方面 就 X570發表 AMD新的Ryzen 3000的平台 就是超頻的底板 然後還有一塊底板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特別的 對 我們等你 對 這塊 這塊是華碩出的Prime Utopia 其實它是未推出的底板 因為它是一個概念產品 它是不會出這個模特兒 只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告訴華碩 之後的新的底板會如何發展呢 就是一個概念 但是這樣可以 你看完之後 這個概念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看到它有幾個 我看到你的畫面上 那個是機箱 還是一塊 這個是底板 對 你看看下面 整個機箱就是這樣 哦 這樣 好像這麼大塊 大概半張塊 但底板 我想也有這麼大塊 但是你看到它最有趣 就是它有一個 膠殼包著 包膠 真正的包膠 是膠殼 是 什麼物料呢 其實它沒有說明是什麼物料 就是它發表的新聞 沒有說明 因為是概念 它說它是膠 就是爆膠 哦 那概念是什麼 是什麼概念 我看到你寫什麼 對 介紹一下概念 對 為什麼它要包著呢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要安裝螢幕 安裝螢幕 對 平時PCIe插槽的位置 變成螢幕 其實它是觸心 7吋的螢幕 是觸心 對 是觸心 對 就是這個機箱是兇兇兇的 即是沒有 即是它放得上去 那個機箱其實沒有了 玻璃 或者鐵 或者什麼 包著 它插出來的那個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理由 即是你一定要 那個機箱 通常是密封的 機箱 所以它這個螢幕可以拆出來 哦 可以拆出來 比如放在桌面 你在桌面上按 嗯 即是一個負平 控制一些功能 可以這麼說 因為有些功能 可能要入包才可以設定 但現在它直接有個螢幕 給你按 是 那就方便很多 而且它的功能也很多 譬如可以 教你方線的轉速 轉到RGB 燈效 即是你燈了很多隻 譬如那些是呼吸燈 或者彩虹那些 直接觸心螢幕 這樣教 嗯 嗯 而且它可以展示到 你那些CPU RAM 以及顯示卡的時物 溫度 嗯 還有它有loading的輔助率 是的 這些平時通常都在 Windows上面 可以開一個程式 是的 要開才看到 才可以看到 這次就可以直接 直接在螢幕上按 是的 那它有沒有說可以 即是即時在螢幕上調整 可以提供即時的數值 嗯 應該可以 因為它有個BIOS 可以在裡面調整 但它就沒有詳盡地說 有什麼調整 因為這些只是一個畫面 即是概念 它還沒有真正在發展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調整 明白明白 那除了這塊底板 還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很深刻 即是關於可能底板上的東西 又或者可能其他 即是RAM 其他東西 沒有什麼 RAM那些 就暫時沒有什麼 非常之特別 是的 或者SSD 因為AMD發表了 X570的新底板 嗯 新底板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PCI 4.0 那現在全部都是PCI 3.0 那PCI 4.0 它的bandwidth會 double了一倍 那譬如3.0的X16 它是16GB的頻寬 但是如果去到4.0 就去到32GB 所以如果最受惠 就是應該是SSD 最受惠SSD 是的 SSD的讀速 嘩很快 是的 我看你的相片 都完全是超過5GB 是的 因為如果現在PCI 3.0 x4 SSD 譬如NVMe NV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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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讀速最快 就是3,000幾 Mbps 但是如果你給了4.0的PCI 這個槽 就去到5,000多 是的 好 那 Computex DIY很多東西 是的 但是其實我也知道 在Notebook上面 其實都有不少新的產品 當然 在我場裡面展示出來 是的 那你自己去完整個展 會不會有什麼Notebook 是很深刻的印象給你 哇 我一看到 真的會記住 這些東西 最深刻當然是華碩那部Sandbook Pro Duo 是的 就是現在展示這一部 你看到它有兩個螢幕 兩個螢幕 是的 其實它去年也有一部類似的 嗯 你看到去年就是這一部 對 它下面的Touch Pack 就變成一個螢幕 例如它有些APP在裡面 例如可以Word Excel啊 那些快捷鍵 即是改的字體 那些 shortcut 可以放在這個螢幕那裡 而且也可以當是那個extension 將你上面主屏幕的東西 拉到下面這個小螢幕 即是播放 但是它的螢幕太小 只有五點幾吋 所以呢 它現在新一代就變成這麼大 是的 整個一半的面積 這個差不多 是的 一半的面積 就是Keyback一半範圍 是的 就是我看到你圖上面 整個一半 就是把Touch Pack 已經變成右手邊的角落 是的 那麼那一塊 就是所謂的副屏幕 所謂的副屏幕 其實到了上面 大概有幾大 或者多少resolution resolution 如果你上面就是4K 其實下面也是4K 因為它要按一個比例 是的 譬如如果你上下連著 好像 類似正方形 因為它要按一個比例 按一個比例 是的 還有它下面的screen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做些什麼 是的 因為它是一個extension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開任何的app 或者譬如 將Chrome Browser 拉到下面 就是這樣拉 因為它是Touch Screen 你可以按下去 但是你在現場看 實際操作起來 我這樣放了螢幕在那個位置 即是按一個調整的位置 是 用起來會不會有些 不揪手 又不是 反而 可能在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可以的 扔一些東西 或者將一些 可能Gat Rigid 或者什麼 可能一個副屏幕 放在那個位置 是用起來 是揪手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的Keyboard 放在下面 你的手不會 就是不會阻止你的手 加上它下面這個 副屏幕 它4K 可以放兩個 或者三個app 在下面 其實你做Multi-Tasking 會很方便 譬如你上面打紋的 下面就放一些 相片資料 給你做參考 嗯 其實它的用途真的很多 用途很多 嗯 即是這部機 就是你心目中 應該是最 在整個戰欄裡面 最特別 最特別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 有沒有 可以介紹一下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其實我還沒有空 寫文 這是什麼 這個 我從你的notebook上面 看到的照片 我完全猜不到 是什麼 其實它有一個 看你洗的菜 洗蔬果 乾不乾淨 有沒有露藥 殘留在這裡 平時你洗菜 就是整個盆 浸著菜 然後呢 它有這個 這個 sensor 它就會 detect 你究竟還有沒有 濃藥在這裡 浸得夠不夠久 噢 燈在上面 變成綠色 這個圓圓 即是偵測濃藥的濃度 對 綠色就可以了 如果是紅色 就還有很多 濃藥在這裡 噢 它還有一個APP 這裡有一個紅色 下面的 隔頭的紅色燈 是 這個還沒開啟 就是一個 也有概念 有一個APP 會顯示 有什麼濃藥在這裡 或者 它要統計 你通常浸這種蔬菜的時候 你要浸多久 才會沒有濃藥 不錯 真的 通常呢 有時候在洗菜 隨便洗 趕時間 那時候 可以了 過一過水 算了 但是 真的會有機會 有殘留的濃藥 煮起來就不太好 的確 這個 就是偏向生活上 用的 是比較lifestyle 對 也挺特別 對 挺有用的 雖然 如果有時間 都會習慣 浸整個小時 嗯 好了 今天 阿操就跟我們分享過 這個Compute Text 裡面 他自己也會覺得 一些很深刻 以及一些重點的東西 好啊 除了這樣之外 我想 大家可能 都看到桌面上 其實有一盒東西 這盒是什麼呢 這盒呢 其實今天 華碩 就在香港 正式發佈了一部 全新的旗艦機 Sanfone 6 其實這部機 本身 不是今天發佈的 大概 應該是五月 尾 大概五月尾 早一點點的時間 華碩就在華倫西亞那裡 舉行發佈會 正式推出了 這部 Sanfone 6這部手機 那這部機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我會拿出來說 因為呢 其實 除了用了這個 Snapdragon 855之外 它有一個設計 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呢 是 現在這一刻 這麼多一部旗艦手機裡面 最特別 最有用的一個設計 那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不如呢 我們轉一轉畫面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這部機已經在我手上 好 那 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要等一等呢 我們 好啦 趁這個時間 都要搞一搞些事情 先 好啦 在我 即是跟大家手上這部機之前 不如 我再問一問你 嗯 其實呢 在ComputerX上面 嗯 你覺得 即是你走過這個場子之外 嗯 之後呢 你有沒有一些什麼 嗯 有沒有一些什麼特別的 覺得是很特別的東西 特別的 即是除了這些產品之外 嗯 嗯 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 少了些人流 少了些人流 對 人流少過舊 對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好事 真的 拍照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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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多人 你雖然一件事都很多人堆住 哦 今天少了些人 但是我覺得 對記者來說是 行得比較舒服 明白明白 好 我們這個技術問題應該恢復了 那我們就可以轉回去我 機前面這個鏡 那 現在我手上這部呢 就是華碩的Sanfono 那你見到其實呢 它的設計呢 都是和現在一些主流的旗艦機 是很相似的 因為呢 就是用了全面屏 這個設計 那這個六點 六點 大概有六點三四寸 你看清楚一點 我自己也不太記得 是有多少 大概六點幾寸的一個屏幕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 邊框 用了一個窄邊框的設計 那 有一點我很想和大家說的就是 上一代 Sanfone 5 Sanfone 5s的時候 它們是用了一個平整的玻璃機背的設計 但是來到Sanfone 6這部機 它是用了一個有弧度 兩邊又收窄框 兩邊又收窄了一個玻璃機背 那其實呢 握上手的時候 那個感覺的手感 其實是比以往更加之好的 那 這部機其實就有D那麼多口 為什麼有D那麼多口呢 我一會兒會跟大家再說 但是單手操作方面呢 其實就不會太影響手感那樣東西 那麼 好 讓我看一看一些資料先 因為呢 那 再看一看 之餘 其實呢 我想說說就是 它這次呢 這部機是加了一顆 所謂的AI功能 這顆按鈕呢 可以直接開到Google Assistant 那在這部機的右手邊 右手邊這個 那在這個開關 金量加減鍵上面 那這個 這個就是 看看近一點 是否有獨特功能 你真的有其他牌子 沒有 其實其他牌子都有的 不過呢 它這次 因為呢 現在很多機器 它都加了一個Google Assistant 那大家都知道 AI 以及虛擬 AI助手 這件事 都很流行 那加一按鈕 一按就可以了 對 一按就可以開出來了 講講這部機器 有些什麼的規格 這部機器呢 用了這個Snapdragon 855的處理器 那它就有6GB RAM 以及8GB RAM的版本 那最多的WAM的容量 就有2556GB 不過呢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這部機器其實是一部真3卡的手機 真3卡 即是可以同時用兩張SIM 和MicroSD一起用 那在旗艦機上面 其實是很少見這個規格的 你知道很多 可能大家對於一些中階機 有留意的朋友 就知道 在中階機上面 真3卡其實真的很常見 但在旗艦機 這個設計真的很少見 那方便 因為始終也有些人 喜歡把一些資料 放在一個MicroSD裡用 那 講回屏幕 這個屏幕就 6.4吋 是一個 FHD Plus 的 FHD Plus 的 IPS 的屏幕 那 那 亮度呢 我記得應該是有 這個 600Lits 那 600Lits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在很光亮的情況下 其實你在戶外那裡 看的屏幕也很清楚 那 講完 規格 一些比較核心的 最重要的就是 要講這個 鏡頭 這個Fib Camera 這個Fib Camera 很厲害 我覺得 真是比 現在很多 騎行機 設計的出色 為什麼 很簡單 我現在開部機給大家看看 好吧 那 現在這個 很正常 用這個 平時都是自拍的 即是平時拍照 只要彈我一按這個 自拍 嘩 直接彈出來 是啊 這個鏡頭呢 其實就會反到前面 那 那 SFib Camera 其實就是用了一個 電動的摩打 一個 stepper motor 去做這個 反轉鏡頭的設計 那 他 大家可以看到 雙鏡頭 其實是說 4800萬像素 主鏡是4800萬像素 那 還有一個 125度 超廣角的 1300萬像素 超廣角鏡頭 那麼 兩個加起來 就可以 做到現在 我們想要的 超廣角拍攝 還有一個主鏡的 高清 高像素的 拍攝效果 還有 他本身都 雖然有雙鏡 雖然這裡 可能沒有一個 Tally鏡頭 但是他也可以透過 軟件去選擇做 兩倍光學變照效果的 拍攝效果 拍攝功能 那麼 這個Fib Camera 其實 你可以側邊看看 這個 動動 這個很快 其實 雖然說 他用了一個 電動的 電動的 摩打 是一個 微型 步進馬達 其實 反出來的速度 都很快 而且你只要留意一下 它反出來 其實 最後那一刻 是會慢一點 就是 一開始反的時候 很快 但是 最後 反到目標的位置 就會慢慢地 令到馬達 其實 就不會太過 怎麼說 內容 對 內容 官方就說 這個 這個設計 其實可以用到 十萬次 可以用到 十萬次 我相信 大家用相機 應該 拍攝自己 或者突然講話 應該拍不到 十萬次 我猜 不過 現在的相機這麼內容 其實用回三幾年 都可能有這麼少 那麼 可能大家會想 我反了鏡頭出來 如果那部機 拍攝影響下跌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 它本身裡面 就有 Motion Tracking Sorry 不是Motion Tracking 快了 不是說這個 它裡面有全感器 那麼 當它 detect到 那部機 有跌的 Motion 的時候 它的鏡頭呢 它的鏡頭是自動收氣的 那麼可能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位應該 幾 對了 譬如我跌 你會看到 鏡頭是自動收氣的 我剛才呢 我剛才是打開的 我再試一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 打開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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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鏡頭自動收氣 那麼這個 這個功能其實 可以保護這個 鏡頭 免受的損壞 還有 可能 大家也會問 哇 這組東西好像 看起來都挺重厚的 其實 有兩個鏡頭 又 又有其他 可能是閃光燈 因為這個框架 這個框架 其實是用了一個 叫做 液態金屬的設計 液態金屬的物料去做 除了高強度之外 也很輕 所以你看到它 我剛才說過 打開超過10萬次 全靠這個液態金屬 才可以做到這個 這部機 今天正式發表 什麼時候可以買呢 華碩今天官方公佈了 這部機 將會在 6月14日 正式發售 除了 除了在 他們的商店之外 還有這個 還有一間 獨家的網絡營運商 哪間獨家的網絡營運商 你可以上回到我們今天 的網站上 這段的公司可以看到 我想特別說一說 其實這部機真的很便宜 6GB RAM 加128GB ROM 只是賣4998 而8GB RAM 加256GB ROM 是賣5998 這個價錢 是比現時 一些 slapdragon 855的 旗艦手機 較低的 我覺得這部機 也挺大賣的 因為 本身可能 slapdragon 855的效量已經在 我之前已經試過 其實 整體的表現 甚至乎比某些 slapdragon 855的旗艦機 更高 用起來 因為它也是用了 Send UI 錄 設計上 或者操作體驗上 和原生的Android 有很大相似的地方 這樣都會令整個系統 用起來很流暢 加上 它現在的498這個價錢 其實真的挺划算的 我想如果想有機會換機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部機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完 這個 分享完這個 Send Formal 和剛才我們說完這個 computer之後 今天節目的時間 也差不多了 記得留意我們的Live 我們的Live function 可能都會在這個 星期四的下午 或者在旁晚的時份 去進行 那 看看下次我們有什麼 跟大家說 因為最近都有很多新的 我們都研究一下 有什麼 或者抽出一些 什麼Live 可能跟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有什麼新的 我們都會在這個節目裡 跟大家做一個 手機的研究一下 有什麼特點 今集時間 節目差不多了 好,我們下次再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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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